一樣比較Basic 然後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我要撰寫什麼 叫插入空白列的話 那我這邊的話也可以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叫做插入空白列 插入空白列 這個一定是個Sub 我們現在按個按鈕 最後全部都幫我插入空白列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呢 反向回圈 前面的話是 前面我們講過的那個回圈 是for i 等於 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顛倒 for i 等於 33到 到3 enter兩下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反向的話越來越少 請你在後面加一個空白 加一個step 預設的話step 1 1的話是越來越多 有沒有 就是加1 可是這裡越來越少的話 請你記得step-1 -1的話 意思是說 我會 在這個數字開始 後面幫我一直 減1 減1 所以33 32 31 一直到3 為止 OK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啦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插入列的動作 所以插入列的話呢 你就直接在下面打一個ros 刮弧 哪一列呢 第i列 後面告訴他說呢 要插入一列的話 叫insert insert的話呢 就是 insert就可以 insert 這可能要記 如果你背不起這個單字的話 其實你在鍵盤上應該很熟悉啦 我們鍵盤上有沒有 有一個insert按鍵 而且字拼法一模一樣 你可以參考那裡的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寫完了喔 程式就搞定了 就這樣而已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 insert 有沒有辦法insert 不過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按F8 或者射中斷點 都可以啊 我按F8好了 我們先F8 游標放這裡面嘛 F8 這個時候呢 i現在是33 那意思是說 第33列的地方 幫我插入一列 因為這邊已經空白列了 所以頂多是向下一列 OK好 然後插入一列囉 再來32 因為它-1嘛 所以i現在32 第32列幫我插入一列 有沒有發現這邊往下了 插入一列了 再來31 你會發現它一直往下 直到多少呢 直到3為止 所以其他都一樣 我把它全部繼續執行 欸 全部都OK了 那你會發現喔 欸 這個時候呢 它每一個日期的下方呢 全部都會多一個空白列 但是呢 你會發現啊 這空白列好像怪怪的耶 它的格式怎麼好像感覺跟那個什麼 跟禮拜六一模一樣 好 不過先給我講一下這個是 Israel裡面的一個小bug 它會把空白當成禮拜 當成weekday等於7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辦呢 等下還有方法啦 等下再講好了 那做完這個之後喔 就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有的時候我希望喔 可以插入空白列之後呢 也可以馬上幫我刪除空白列 有的時候我希望可以把它打開 有的時候我又不希望它有空白列 所以怎麼辦呢 再來喔 我們要刪除空白列 所以順便講一下 那刪除空白列的話要怎麼刪 跟剛剛其實一樣 你就刪63對不對 按右鍵刪除 61按右鍵刪除 59按右鍵刪除 欸你會發現好像有規律性耶 有沒有 不過如果你用人工來做的話 其實 即便有規律性 但是也會很頭痛 因為很浪費時間 那一直往後面刪 你會發現我剛剛做什麼 63 間隔2 61 直到哪一個呢 3為止 欸 所以喔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要刪除空白列的話 你可以把插入空白列公式 Ctrl鍵按住拖拉 把它改成 叫做刪除空白列 不用重寫 直接用複字貼上的 然後把這邊改成多少呢 改成60多少 63 你用看的嘛 有時候 所以這邊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是 輸入63 到3 OK Step多少呢 中間間隔多少 2嘛對不對 有沒有 63 61 用看的 看得懂吧 但是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邊輸入2就可以了 把音色改成什麼了 改成delete就好了嘛 對不對 應該可以理解啊 delete如果你不怕拼錯 也可以看一下你鍵盤上 就有這個delete的鍵嘛 就是那個delete 好 程式寫完畢了 的 你 謝謝 真的是 漂亮 你